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普感谢参院通过经济计划 称有必要尽快复工 旧金山市长保证向所有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中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新规 暂停持有效中国签证 拘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关注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 即使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 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 习近平指出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胜 习近平应询详细介绍了中方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的措施 习近平称 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早日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 减少疫情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损失 当前情况下 中美应该团结抗疫 中方愿继续毫无保留同美方分享信息和经验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 双方共同努力发展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 特朗普表示 美中两国都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他很高兴看到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 中方的经验对他很有启发 他将亲自过问 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 集中精力 开展抗疫合作 他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的供应 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 特朗普称 美国人民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 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要 美方将保护好在美中国公民 包括中国留学生 两国元首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 特朗普3月26号再次强调 美国必须复工 但他也指出 人们仍尽最大努力保持社交距离 特朗普在当日的记者会上称 人们都希望回去工作 他表示 这可能会在部分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进行 并称目前必须尽快开始这一进程 特朗普还补充说 相关信息将在下周公布 另外 特朗普还感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 一致通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他说 我由衷地感谢两党在这个需要帮助的时刻 共同为美国工作的人和家庭提供帮助 特朗普还表示 希望众议院能毫不拖延地通过该计划 据悉 该法案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将在27号上午 以语音表决的方式推动通过 特朗普3月26号宣布 美国海军医院船安卫号将于28号离港前往纽约 比原计划提前三周 特朗普表示 他此前告诉纽约州州长库默 这艘船将于30号抵达纽约港 据悉 安卫号目前在弗吉尼亚州 船上配有1000张病床 12个设备齐全的手术室 1200位医护人员 目前美国成为全球确诊 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 其中纽约州疫情最为严重 确诊人数逾3万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3月26号出席 20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呈指数级增长 国际社会必须同疫情展开殊死搏斗 谭德赛指出 疫情已造成全球超过52万人感染 与2万人丧生 如果各国不采取积极行动 疫情或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 谭德赛对20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奋力战斗 战斗到底展开殊死搏斗 要想保护生命 生计和经济 阻止病毒传播是最好和唯一的方法 二是团结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危机 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疫情 呼吁各国提高个人防护装备产量 取消出口禁令 确保公平分配物资 三是激发 呼吁重新部署国家工业力量应对疫情 启动救治物资的全球生产线 激励疫苗和药品创新 掀起全球运动 确保疫情不再发生 26号晚些时候 世卫组织发布公告 确认20国集团在峰会上 支持并承诺进一步增详 世卫组织 在协调国际抗疫行动方面的职责 尽快填补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的资金缺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月26号在20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致辞 敦促G20领导人制定战时计划 协调行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 古特雷斯说 尽快阻断病毒传播必须成为共同战略 所有国家必须把病毒检测 追踪人员隔离 治疗与限制出行和限制人际接触的措施将结合 并且必须在疫苗问世前协调各自限制措施的退出机制 保证有效阻断病毒传播 古特雷斯欢迎发达国家出台的保证资金流动性 和向企业和家庭提供帮助的刺激措施 同时呼吁出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的刺激计划 他呼吁向国际金融机构注资 并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央行货币互换 减债等工具 他还呼吁暂时解除对某些国家的有关制裁措施 以免影响这些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 古特雷斯还呼吁G20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便在危机过后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 传递最新新闻方向 聚焦最热新闻动态 美国中文电台 分享一路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班车 接下来请关注湾区新闻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3月25号发表声明 向居民保证没有人会因为移民或保险身份 而被拒绝在市医院和诊所接受医疗服务 声明表示 在新冠肺炎蔓延时期 旧金山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需要的医疗照顾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将继续通过诊所和医院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而不会考虑移民或保险状况 声明指出 预计旧金山将出现确诊病例激增 现在主要目标是降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可能性 目前 公共卫生局正在进行健康旧金山项目 旨在向旧金山没有保险的成年人提供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处方药 不管移民身份 本台记者吴卓明报道 3月26号 旧金山市和县根据市公共卫生法令 对仍向公众开放的基本商业活动作出指南 该指南指出 杂货店和药房等基本业务应建立经营规范 使顾客之间保持6英尺距离 经营期间定期清洁和消毒 在经营场所随时准备洗手液 消毒湿巾和肥皂 水和纸巾 旧金山市政府向社区商业提供标识牌 提醒他们在家防疫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说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期 整个旧金山的重要企业为城市提供支持 此次发布的指南是希望确保这些公司拥有安全运营所需的资源 为消费者创造安全的购物环境 周四扎克伯格总医院一位急诊室的医师 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 该医院首席执行官埃利西在当天发给医院员工的信息中表示 该医生曾在急诊室直接护理病人 医院正在进行彻底的调查 以确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保障急诊部门员工的安全 目前这名医生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该医院表示 随着新冠病毒蔓延以及本周测试工作的增加 预计旧金山还会有更多新冠病毒病例 当前医院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患者 社区和医护人员的健康 截至周四 旧金山有22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和2例死亡病例 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圣塔克拉拉县3月25号报告了84例新增新冠病毒病例 这是自该县开始记录确诊病例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峰 圣塔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还报告了另一起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使全县死亡人数达到17人 截至周三 圣塔克拉拉县确诊人数为459人 137名患者住院治疗 17例死亡 据推测 该县217例病源源于社区传播 圣塔克拉拉县公共卫生总监科迪表示 预计确诊病例数将继续攀升 他还说 多种因素下 现在很难断定该县目前处于此次疫情的何种阶段 据悉 随着检测变得更加容易 预计湾区其他几线的确诊病例数也将继续增加 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自3月23号开始 湾区海沃德市开放新冠病毒检测站 公众可在此获得免费新冠病毒的检测 日前海沃德消防站7号站的检测站 公布了首日免费检测结果 周一该检测点共计为207人提供了检测 其中54人确诊 海沃德当局介绍说 检测是通过干事的合作伙伴 门洛公园的阿伟利诺实验室进行的 检测结果会在6至24小时内获得 确诊者会立刻得到通知 同时检测结果也会报告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及当地的卫生部门 检测结果呈阳性者将会进行二次检测 此外通过检测后 确诊患者将会被进行隔离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班车 接下来请关注美国新闻 白宫协调疫情防疫工作的伯克斯博士 在周四的白宫简报会上说 芝加哥和底特律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伯克斯说 美国40%地区的新冠病毒患病率极低 而且所有病例中的55%位于纽约和新泽西地区 伯克斯还指出 目前有19个州的病例少于200例 他说 这些州一直在进行测试 因此数字低并不是因为这些州尚未展开测试 尽管每天都有关于个人防护设备等物资短缺 以及全国医院对呼吸器需求不断增加的报道 但伯克斯坚持认为 如果需要 大多数地区将可以有病床或呼吸器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8.3万关口 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多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纽约州成为美国疫情的阵中 民众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 白宫26号发表声明称 特朗普批准新泽西州 伊利诺伊州 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因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并下令向四周提供紧急资金 以增加医院和住宿的接待量 并能扩大远程医疗 从而能够安全地接触更多需要护理的民众 此前纽约 加利福尼亚 华盛顿 爱奥瓦 路易斯安娜 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七个州 已经因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卡丁 呼吁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国务院官员 停止使用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一词 来指代新冠病毒 卡丁表示 在谈及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病时 除了使用恰当的医学名称外 任何其他名称都是无益的 卡丁称 将疾病与国家 种族或宗教联系起来 但有一定更为邪恶的性质 卡丁告诫蓬佩奥 不要以为不负责任的态度 使用武汉病毒一词 来损害美国在海外的外交信誉 周三 华裔国会众议员孟昭文 提出了一项反歧视法案 谴责自新冠病毒在美爆发后 出现的反亚裔情绪 并称以特朗普为首的白宫官员的不当言辞 助长了此种情绪 华裔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届日也公开批评官员的中国病毒不当言论 指责蓬佩奥等人的做法 只能被解释为 推行仇外情绪 对公共卫生毫无益处 周四 美国海军官员证实 在五角大楼宣布 曾在菲律宾海区域 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母三名水手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之后两天 船上就另有23名水手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代理海军部长穆德利 在五角大楼周四上午的简报会上说 海军现在正在测试该船上全部的船员 以确保海军能够控制可能发生的任何疫情的扩散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大约有5000名人员 两周前 罗斯福号曾停靠越南一个港口 目前尚不清楚水兵最初在何处感染该病毒 据悉 美国军方已决定停止提供其现役部队范围内 某些军事单位的新型冠状病毒详细的数据 理由是担心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些重要的数据可能会为对手使用 通用汽车周四表示 其全体约69000名受薪员工将暂时削减薪水20% 据称这家汽车制造商试图节省现金 以应对新冠病毒的危机 根据获得的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的行动清单 从3月25号开始的减薪 将不迟于明年3月15号前一次性的付清 并付有利息 目前该公司大约有6500名 无法在家工作的美国员工将带薪休假 工人们将获得其工资的75% 保持年资并保留健康福利 除了将白领工人的工资延后支出20%外 高管们还将削减其现金报酬的5%或10% 但不包括奖金 股票期权或其他激励措施 通用汽车董事会将减少20%的总薪酬 聚焦新闻资讯 追踪时事热点 关注社区动态 服务华人生活 美国中文电台 在这里听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班车 接下来请关注中国新闻 商务部26号召开网上新闻发布会介绍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重域 价格稳中有降 企业复工复产加快 生活服务消费逐步恢复 同时中国将加大抗议国际合作力度 尽力减轻外贸发展的外部风险 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请听新华社的报道 据商务部监测 3月25号 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粮食批发价格于2月底基本持平 湖北及武汉 生活必需品储备库存充足 供应有保障 市场运行基本平稳 商务部福茂司司长 显国瑜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国内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疫情对我国消费的影响 是短期的可控的 后期消费市场将进一步平稳回升 在部分领域 一些刚性消费受疫情影响被推迟 疫情过后还会回补 出现补偿性消费 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刘昌宇表示 近期疫情在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发展蔓延加快 全球经贸下行压力显著增大 我国外贸发展的外部发展环境 不确定性上升 商务部将加强对相关国家 尤其是我重点贸易伙伴的疫情发展 及其对双边经贸的形势研判 加大抗议国际合作力度 尽力减轻外贸发展的外部风险 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 决定自2020年3月28号零点起 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拘留许可证入境 请听人民网的消息 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 决定自2020年3月28号零点起 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拘留许可入境 暂停外国人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 暂停口岸签证 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 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 持外交、公务、礼遇、C字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 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 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 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自然资源部26号表示 中国海域天然气水和物 也就是俗称的可燃兵第二轮试采成功 并且创造了产气总量和日均产气量两项新的世界记录 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 向实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 在产业化进程中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请听中心社的报道 被俗称为可燃兵的天然气水和物 石油天然气和水在低温高压条件下 形成的一种固态洁净物质 被认为可成为石油天然气的替代能源 2017年 我国南海神湖海域进行的天然气水和物 首次是开采成功 此次第二轮试采 创造了产气总量86.14万立方米 日均产气量2.87万立方米 两项新的世界记录 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 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 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 天然气水和物试采协调领导小组 副组长李金发介绍 第二轮试采成功 迈出了天然气水和物产业化进程中 极其关键的一步 从27号起 杭州将陆续向全体在行人员 发放16.8亿元的消费券 请听东方网的消息 消费券总额为16.8亿元 其中政府发放额度为5亿元 这当中1500万元 用于困难群众的消费补助 剩余4.85亿元 用于电子消费券发放 同时商家匹配的优惠额度 11.8亿元左右 全体在行人员 包括域外来行人员 均可申领消费券 困难群众除人均100元的 现金消费补助外 仍可以按常规方式 参与本轮电子消费券的申领和使用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班车 接下来请关注国际新闻 英国首相约翰逊 3月27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示 他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 现在正自我隔离 但他会继续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 领导政府的应对行动 抗击这一病毒 以上就是今天 新闻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由张良好力编辑 张良播报 感谢收听